佳人乡永新村张姓女士因为丈夫入肩独自抚养五位子女 生活状况可以说是相当困苦 经以花东矫正协会花东分会了解之后 理事长吴吉成一行人前往张姓女士的家中慰问 同时也会结合慈悸持续关注五位子女的生活照顾 以花东矫正协会花东分会 吴吉成理事长关怀弱势个案清理轻微 18号关怀丈夫阴暗入肩独立照顾正在求学阶段的五位子女 张姓女士经过花龄建议典一长得知转至无理事长加以关怀并且慰问 18号并且前往张姓家中 而持续工的会志工攀货一处也前往关心 以花东矫正协会的名义 我们居住现在来自证五千块的安慰金 我们希望让我们这个暗游的这个 他们可以在这个景气跟疫情比较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先适度的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那回去之后我们会针对 怎样来辅助他们的小朋友的就学 那当然以后如果他们的就业有产生问题的话 那随时跟我们这个宜花东矫正协会我们钟小姐来联系 我们现在要帮助他们的生活要稳定 他的工作也要稳定 然后当然再来就是他的小朋友的这个 救血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希望给这个让我们在服刑的这个同学们 他可以安心的在监所里面服刑 那我们会以他的朋友的生活我们来关心 让他们的家里可以安稳的来度过这个难关 李花东矫正协会花东分会干事表示 协会也会持续关注他们的生活照顾 是面临到家庭的区别 那一个人单独带五个小孩子 把小孩子都照料得很好 把家里面的状况也都照顾得很好 是一个很有坚忍美德的一个坚强女性的表现 所以说今日我们协会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协助 然后联合我们慈激的潘石姐一起来跟她做协助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公益的表现上 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一个规范 一个一个典范 然后呢希望在这次的个案协助当中 可以带给张小姐这边家庭上可以过得更平稳 更顺利 雷桑屋机场平时热心公益关怀弱势 得自于花东干部资源商品都会迅速慰问 跟关怀花间员工职能继续闯关赛 以及夜间照明设备都以支持付出 让街内街外的人员都得以安居安心安生